她仅用了13年,就从实习医生升到了院长的位置,曾经处处受人欺负的小姑娘成了全市滔天的女强人,因为出众的外貌和亲和力,她还被誉为最美院长,可是一箱从她办公室找出来的避孕套彻底击碎了她的完美伪装,全色交易,贪污受贿,滥用职权,她究竟还做了什么? 欢迎回到《案件调查》中,我是老迪,今天我们讲好色女院长洛马济 2018年6月16日,广东中山纪委发布了一则女干部被双开的消息,被通报的人名叫王盈,她被同时开除了公职和党籍 王盈本是中山博爱医院的院长,曾因为出众的外貌和平易近人的性格被大家称为最美院长 可这次通报中的一句,在婚姻中长期和他人保持不正当关系,人前攀附领导,八戒逢迎,不知廉耻,人后穷奢极欲,放纵糜烂,不减点,让她的美好形象彻底破碎 1972年,王盈出生于一个幸福的家庭,她的父母都在国企上班,工作稳定,收入也不错 因此,王盈可以算得上是在密冠里长大的 1991年,王盈考入贵州遵义医学院医学系 在校期间,王盈专心学业,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老师和同学们对她赞不绝口 毕业后,王盈回到了东北老家的医院就业 在老家,所有人都对王盈这个大学生敬佩有加 她的工作和生活都过得十分顺利 可是,这样的舒坦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 由于当时国内经济萧条,所有企业都引来了一波下岗潮 王盈的父母都在这次事件中失去了工作 就连王盈所在的医院也经营困难了 接二连三的经济窘迫,让王盈萌生了去外地发展的想法 就在王盈思考自己到底要去哪个城市时 她的大学同学告诉她 广东中山的经济发展势头很猛 医院的工资福利待遇也很不错 而且正缺王盈这样的医学人才 在同学的建议下,王盈南下来到了中山 她入职的第一家医院就是中山博爱医院 此时的王盈并没有想到 自己的命运会在这家医院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刚到博爱医院时 王盈还只能从实习医生做起 可尽管职位不高 王盈依旧会拿出十二分的热情对待工作 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每一位病人 有一次她听说有位病人付不起医药费了 还自掏腰包帮对方补上 因为开朗的性格和精湛的医术 很快王盈便获得了患者们的医治喜爱 按道理来说 王盈这样能力和品行都过硬的实习医生 应该很快就能转正升职 可是王盈眼看着和自己同时进来的同事都晋升了 只有她还一直是原来的位置没动过 百思不得其解的王盈找到了自己的领导 但领导的话却让她遍体深寒 原来在王盈刚进医院的时候 领导就因为她秀丽的外表对她多有关照 还经常邀请她去参加科室的一些聚会 可是王盈都以各种理由推辞掉了 之前一两次领导还因为她年纪小多有包容 但是被拒绝多了之后 领导的面子也挂不住了 她便慢慢疏远了王盈 连带转正升职也轮不到王盈身上了 想清楚这层关系之后 王盈才恍然大悟 她回想了一下那些升职格外顺利的同事 都是在科室聚会时特别活跃的 王盈也不傻 她自然明白像她这样年轻漂亮的女孩子 几次三番被叫着去饭局 意味着什么 自己真的要为了事业出卖肉体和灵魂吗 一开始王盈并不屑于这么做 她更加努力地提升自己 将病人当家人一样照顾 对同事的问题也毫无保留地解答 可尽管王盈再怎么努力 再怎么优秀 每一次的晋升名单上都依旧没有她 反而那些比王盈还要晚进医院的实习生 都比她职位要高了 渐渐的 王盈心里开始不平衡了 她心想自己各方面都不比别人差 为什么就要一直低人一头呢 在这种情绪的催化下 王盈开始主动对领导示好 领导见王盈终于开窍了 也很受用她的讨好 在下一次聚会的时候 自然带上了王盈 这个聚会也果然不出王盈所料 饭桌上除了像她这样的小姑娘 其他的都是有一定地位的医院领导 而王盈他们要做的 就是陪酒陪笑 把领导们哄开心了 第一次接触这种事的王盈 十分不自然 她一边在心里抗拒着 一边又不得不认领导们调笑 这一次王盈的表现并不算好 但是因为她出众的外表 让一众领导都对她留下了好印象 在这次聚会后 王盈很快就迎来了她的第一次升职 此后 王盈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再也停不下来了 当初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小姑娘 成了各种场合的交际花 因为嘴甜会说话 王盈深得领导的喜爱 对于领导给她的暗示 她自然也不会拒绝 与领导发生关系后 王盈的升迁路就更加顺利了 从2000年开始 王盈就一路开绿灯 仅用五年时间就升到了 博爱医院的教科副科长 2008年 她又当选成了新一任的副院长 仅在两年之后 才38岁的王盈 就由副院长转为了院长 这令人称奇的升职速度 和王盈的个人能力 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已经坐上院长的位置后 王盈也依旧没有满足 她内心的欲望反而更加膨胀 为了讨好那些高官权贵 为自己争取利益 王盈对他们几乎是言听计从 对方只要一个电话 不论王盈在哪里 在干什么 她都会马上赴约 而经验丰富的王盈 身上也从不缺避孕套 只要有需要 她就一定能把人伺候到位 此时的王盈早已成了家 她不但不顾及丈夫的感受 有时还会光明正大的 带男人回家 而她的丈夫 面对已经位高权重的妻子 也只敢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2013年 王盈兼任了医院党委书记一职 这下她成了名副其实 掌握医院话语权的人了 有权有失之后 王盈开始追求起财富 早在2011年 王盈一个叫刘伟的老乡找她 当时刘伟在杭州某个制药厂工作 她想让王盈帮忙拿下 博爱医院中药影片的配方颗粒供应生意 刘伟还直接表示 事成之后她必有中邪 王盈犹豫一番 还是答应了 在她的帮助下 刘伟顺利拿下这桩生意 等药品渠道成熟后 刘伟从中捞取了上千万的利润 而王盈也收到了 她送去的几百万感谢金 有了这次经验后 王盈对吃回扣 收好书费 更加得心应手了 她再次活同刘伟 一起拿下了医院小卖部的开办权 他们二人协议 每人拿取40%小卖部的纯利润 剩下的20%就用于小卖部的经营 虽然和刘伟合作 王盈已经获取了上百万的利益 但这对她来说 也还只是小大小闹 唠大钱的门路还在医疗器械上 一般医疗器械会因为品牌不同 有着较大的价格差异 王盈就时抓住了这个漏洞 她每次都会采购低价器械 然后再以高价上报 其中价格差可以达到近10倍 而多出来的差价就全部进了王盈的腰包 除了想尽办法捞大钱 平时的红包 王盈也是拿到手软 在医院扩建和更换医疗设施时 供应商们想拿下项目 就必须给王盈塞红包 谁给的多项目就归谁 不仅如此 就连患者身上 王盈也要捞一笔 哪怕是患者有生命危险 她也绝不放过 这时的王盈 早已不是年轻时 适时为患者的医生了 她不但私自提高医疗费用 还要求患者家属 在手术前交个红包 红包金额最少也要上万了 而普通患者想要来看病 就必须先在第三方机构 交笔大钱来挂号 而这个机构 自然也与王盈脱不了关系 对于王盈的种种行为 医院的医生 和来看过病的患者 早就有了诸多不满 可是王盈从不把这些人 放在心上 她总以为 自己用前色换来的后台 足够强硬 但她忘了 世界上没有不脱风的墙 很快 她就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付出了代价 在王盈不顾一切 疯狂敛财的时候 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 举报她滥用职权 全色交易 其中 有患者 也有医生 在博爱医院工作的基层医生 早就苦不堪言了 虽然王盈赚得盆满钵满 但医院的医生和护士 却很少能按时领套工资 王盈甚至还会规定 他们日常消费的场所 只因为这样操作 王盈还能从中拿到一笔回扣 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2014年 六名医生 联名写下一封举报信 提交到了上级部门 可是 这封信 并没有掀起什么水花 王盈 非但没有受到处分 这六名医生 还被扣上了诬告的帽子 最后被医院开除了 不过 开了这个投资后 关于王盈的举报 也越来越多了 有了第一次收拾局面的经验后 王盈更加不害怕了 他觉得 只要自己处理好 和上头的关系 那事情就不会曝光 于是 王盈更加卖力地 经营起人机关系来 每当拿到大笔的灰色收入 他总会在第一时间 拿出来一部分上下打点 除了钱 他最擅长的肉体交易 也是必不可少的 早年间 王盈还会自己出马 由于要贿赂的人多了 他的办公区域和随身衣物 相包 几乎都能找到避孕套 后面 王盈年纪大了 他就招了一些 相貌出众的医护人员 这些人 不需要有多强的医护工作能力 只要能为他去讨好领导 维护利益 那就能被博爱医院聘用 收了贿赂的领导们 也确实为王盈 满了好几年 可是糟糕的现状 愈演愈烈 直到有次 一位在博爱医院生产的孕妇 手术前被医生明目张胆 收了两万元的红包 手术后 还被粗心的医生 拉了块纱布在肚子里 这个新闻曝光后 立即点燃了网友们的怒火 特别是中山本地人 他们早在2010年 就对博爱医院多有不满 平时也尽量避免去博爱医院就医 这次有了孕妇纱布事件作为导火索 众人的怨气终于有了地方发泄 大家开始自发在网络上 深讨起王盈和博爱医院 眼看事情越闹越大 不但上级部门开始调查 就连中央也十分重视这件事 王盈的保护伞们纷纷选择明哲保身 没了庇护的王盈 马上就被停职查办了 2018年 王盈被带走调查 他的办公室成了重点搜查区域 除了一些重要的证据资料 检查人员找出来的一大箱避孕套 格外吸引人们的眼球 同时在王盈家里 他常穿的衣服外套里 几乎都放上了几枚 除了王盈的个人生活 他的私人财产和医院的账目 都被重点调查了 一直到六月份 王盈才彻底被落马双开 他的所作所为也被全部公布了出来 最终他被判十二年有期徒刑 一直忍气吞声的王盈丈夫 也在第一时间和他离了婚 曾经被重心捧月的王盈 如今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被欲望冲昏头脑的他早已忘记 自己刚成为一名医生时宣誓的 将要凭我的良心和尊严从事一业 他辜负了父母老师对他的栽培和信任 如果王盈当初能坚持自己 坚定地做一名救死扶上的好医生 也许他的职业生涯不会那么顺利 但他一定不会落到如今的下场 只可惜人生没有如果 他给自己选了一条回不了头的路 那就只能自食苦果了 社会是一个大染缸 选择被染一开始可能是出于某种原因 但是之后可能就会爱上这种被染之后的生活 然后慢慢沦陷进去 如果逃不出被染的过程 那也不要忘了曾经被染前的那颗初心 很多事并不可能如你所愿 但在不顺的逆境里并不代表没有绚烂 学会在染缸中找到自己的生命的色彩 也许才是一种更高的能力和境界 黑夜的精灵之所以美丽 是因为精灵在黑夜中找到自己的色彩 你们认为呢 今天的案子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老迪分享的案件 记得订阅、点赞、分享 这里是案件调查中 各位原方下期见